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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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Wow Woo!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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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舞狮子嘛 女孩子比较少 特别像我这种做狮尾的 狮尾的力气要比较大一点 然后基本功要比较扎实 特别下盘一定要吻 她不像我搭档 她比较瘦嘛 我得举她起来 那谁来举我呀 是吧 我明白了 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 这个黄杰文 今年才27岁 她之所以成为一名年轻的舞狮的演员 其实深受一个人的影响 就是她的妈妈 对 我妈妈她叫陈丽音 她是我们广西第一位开建狮团的一个女队长 广西第一位 然后她也曾经获得过狮王的称号 应该说是广西那时候的女狮王 所以等于你从小就是耳濡目染 对 我两岁的时候就跟着我妈到处去表演舞狮子 她特别爱这个 我三个月的时候她怀着我的时候 她还在那个高桩上面飞呢 我也是后边才知道的 然后我说 你那时候你怀着我你还去舞狮 你就不怕我没了 然后她 我说你选我还是选舞狮 你爱我更多还是爱舞狮更多 她想都没想她说 我爱舞狮啊 没办法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心生的 所以这问题我妈挺受刺激的 你刚才说你两岁就开始跟着妈妈出去舞狮 那你是不是从小也要练什么基本功啊 对要练就扎马步吧 扎马步我刷牙的时候 看电视的时候 无聊的时候就想说 想到要不我扎个马步吧 然后我就在电视前扎个马步 就这样 然后上台表演的时候 我是一个恐高的人 我是一个有恐高的人 然后而且有一点那些幽闭恐惧症 我在尸尾巴的时候 我会慌 有时候我会慌 然后上桌子的时候我会晕 但是 就是一直在不断地练习 然后就慢慢克服了 还有这个功效 就可以锻炼胆子是吧 对 哇 哇 其实我实话实说 嗯 我为什么就是很难在这个主持艺术上 更进一步呢 主要就还是心里素质不行 胆是小 所以我今天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 提升一下我的境界 不光是我有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耿维华呀 什么恒月呀 江涛啊 为什么当年都很红 如今不行了呢 就这个胆啊 越来越不如当年了 所以正好今天咱们几个上来 咱们也跟这个年轻的小黄老师学一学 提升一下 你看怎么样 正好我们现场又准备了两只狮子 好不好 我想了半天了 我是当狮头也不行 别人也扛不住我 我当狮围我也扛不住别人 你还是要追求 你这个颜值 而且你是唯一的女狮王 你得当狮头 是吧 你和你的那个老搭档 好吧 我跟涛哥 我们俩一起配合 好吧 怎么弄 你可以一边拿这杆 一边这个手 大拇指 来 涛哥 咱们到这边来 对 这个手不要从这穿过来 就在后边拖着它 这样嘴巴就能动了 这样子 对 狮围怎么办呢 光说石头 你扶着石头的腰 庚老师 你找着腰了没有 不不 没法摸 摸不到哪是腰 眨眨眼睛卖萌 对 眨得不够大 十点劲眨 我手 十点劲 对 走了 你看看 这一手 你看看就不错 表演得很好 好好好 像书似的 像书似的 一 二 三 腿太细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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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 太重了 看看吧 我跟涛哥 我们之前是练过的这一段 咱们俩给打面好不好 好的 来 两位老师 靠边欣赏一下 好 什么情况 还能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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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都软了 不行了 说实话真的累的不行了 而且我还是在前面的 负责蹬腿的 我顾江桃老师更辛苦 所以这叫什么 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真的要向你们致敬 谢谢各位老师 这么辛苦 这么枯燥 你看你要这么年轻 你中间没想过说改行吗 有 但想改行的那个 心里不是因为辛苦 才去想的 我曾经想过要放弃 是因为那时候叛逆期 上初中的时候 女孩子嘛 脸皮比较薄害羞 然后我跟我妈妈出去表演的时候 一下台 各个观众的看着我 看着我心里 挺毛的 我觉得很尴尬 再加上家里边 我那些小姨呀大姨呀 她们说 别跟你妈去武师了 人家女孩子白白净净的 思思文文的 你就大大咧咧的 又壮又黑晒的 然后我就说 我不想武师了 但是 是什么让我 那么坚定地留下来武师呢 我的 谢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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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哭的话又不美了 对吗 我 我的妈妈她很辛苦 我刚回去 然后她做了一个手术 她那个膝盖 那个半月板 都磨平了 然后去打了那个 肉钉 钢钉进去 然后医生说 我妈妈 再过几年就要做轮椅了 她那个脚 撑不了太久 然后她 就刚做完手术呢 才休息一两天 她都阻着拐杖 去看我们表演了 就很担心 然后过年的时候 她今年五十多了呀 然后每逢过年的时候 每一年都是 为我们准备 过年的那些器材 舞狮子的东西 风布 狮头 狮子裤子 还有衣服 准备那些道具 熬的三天两夜 这都是尝试 我觉得她太辛苦了 然后我感觉 她真的太喜欢这个 我妈已经走火入魔了 然后我想说 那我还年轻 我帮她把这个梦给圆了吧 真好 我送上掌声 虽然这一段 你觉得掉眼泪好像 和你最开始登台想要的形象不一样 但是我恰恰这一刻你是最美的 我想到我妈妈 我觉得真的挺辛苦的 今天登上舞台想对妈妈说什么 妈妈会在电视机前看呢 妈 我帮你把这梦给做了 我帮你把这梦给做了 你爱多久我就舞多久 我爱你妈妈 特别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深吸一口气 谢谢 接下来 吴泰留给你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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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就有请黄杰文来到我们的泪主区 加油 本栏目由不止保鲜更能养鲜的荣生冰箱 独家冠名播出 荣生冰箱质量保证 挑战继续 接下来有请今晚的二号选手 掌声有请余力猛 欢歌好 你好 你好 小哥一看是给我们送快递来了 是吧 不是 今天不是来送快递了 今天我是参加比赛来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余力猛 今年35岁 来自辽宁复习 大家晚上好 我从小就是有个特别喜欢的音乐 然后就没有机会 没有登上这舞台的机会 然后就总是关注咱们《月战月泳》的节目 然后我就试试报报名 有一天导演就给我打电话了 就说要参加《月战月泳》节目 当时我都愣了 我说这是真事吗 这么幸运吗 这好像感觉怎么又中了彩票一样呢 等会儿 又中了彩票 所以言外之意 你中过彩票 中过 中国 是在2011年的时候 7月24号 那天中的彩票 这为了证明还 存单还留下来了 2011年7月25号 余力猛 金额20万 我的天呀 那个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2011年的10号 7月24号 就在他的头两天 我就有一天晚上做个梦 就是梦见就是电闪雷鸣的 就确实其中有的闪电就咔一下就直接就劈往脑门就上了 然后 早上起来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说 昨晚是做梦让雷劈了 完了 那个眼皮 那两天也是 就左眼一直在跳 都说左眼跳财 我说是不是有意外之财 我去意外之财 你花多少钱中了25万呀 那时候 我是计划就100块钱的 就中了 当时我也是那个 有点懵了 我都说这啥意思 那卡上写着25万元现金未兑 然后那工作员告诉明天你来对酱 我就买两条烟给大伙发点 就他们发烟的时候 就这时候嘛 我就赶紧我说 打车就走 万一这谁给我跟上 就晚上麻烦了 还有点安全意义 有点害怕 这一下这个一夜中了彩票 拿到这么多钱 有什么规划吗 开始是这么规划的 我说10万块钱 先那个交到家里边 那个然后呢 等我结婚时候用 那10万块钱呢 我说以前欠点钱先还了 然后剩下的呢 我说我买辆车 这不就起来了吗 就这么想的 然后就没规划是挺好 但是就变了 就是 怎么讲 就是几天之后 就感觉这花钱就开始 就赶花钱了 变得大唬大叫了 主要也是有底气了 对 兜里的揣着三千五千牙的 然后身边的有这些朋友啥的 那别的消息不知道 就这消息可灵了 就马上都知道 有找你借钱的吗 有 缺三千 缺五千 你说咋说 我说行 没问题 然后还有人 那你说分享分享喜悦吧 我说咋 请呗 上哪产盒我安呗 没问题 那花多少钱 吃喝这都 不是 关键你也没中多少钱 这二十万能造多长时间 有个两年多点 两年多 就彻底就 没了 又欠点钱 啊 二十万 请没了 还欠钱 然后我就在想 不甘心 都说 是不是 还想有结果 还想中 再试试 我就又抱着侥幸心理 就又上那地儿去一趟 中的 这是第二次 2014年的11月18号 余力猛又中了25万 然后到手 实际扣完税 20万 对奖 哇 这真是够厉害啊 我不知道别人啊 反正我是第一次 这个活生生的见到 中大奖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 而且不是中一次 连着中两次 跟我们的话 这都什么命啊 你看人家这命 是吧 这怎么讲 这两次幸运同时砸到你的头上 第一次那个钱 没到两年时间就败光了 这次应该吸取点教训了吧 钱干点有意义的事 这次确实吸取点教训了 第一我是 其他身边的朋友都没告诉我 就没说 我这就保密了 保密 对 但是就是过了几天之后 整个又变了 又是和以前一样 天天上哪去 花钱又是比较冲 就这种 然后旁边的人说 他就开始就怀疑态度 说这是不是又中了 我还自己不承认呢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真没有绝对没有 他说不可能 那这现在这钱怎么又冲了 不中彩票你怎么花钱这么大呀 他们就当在彩票上打听 说这有没有这情况 说完了呢 有有 旁边有很多人在玩彩票的说 听说是又中了 又中一次 也是姓渝那小子 就这样 没几天又都知道了 知道了还是 我说那这 胡吃海喝 这就开始就 那跟上回还是一样呗 几乎一样 又多了一项 又多一项 麻将也会了 那我预计这回这二十万挺不够两年吧 没剩没剩 然后又逛了 所以说本来你说这是让我们很羡慕的事啊 这两次那么幸运 然后结果 这好像到算来算去 最后都是亏的钱越来越多 又欠钱了 对对对 那这第二次没有给你一些警醒吗 第二次是开始都 就是我说 就是想我说 以后彩票也不玩了 然后这个请吃喝的也不能做这事的 然后就天天好好工作好好去 但是想是那么想 规划挺好 实际做起来就没控制住 你觉得那个时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最大的变化 就整个人都飘了 飘 飘 根本 而且比较 看啥都便宜 是吧 大不了我再买彩票 对 底气也足 就这心理 一次两次都中了 没准还想哪天来第三次呢 就始终抱着 那个时候对我自己大脑来说 我感觉是梦想 实际现在想 那就纯粹是个幻想 后来是一件什么样的事让你意识到了 你再也不能像那样去生活了 在去年年末的时候 我妈妈就是 注尺院 就是重感冒 发烧达到42度 这牙都直接出息 然后我在那陪过几天 我就感觉我做儿子太亏欠了 太亏欠父母 你说第一个没成家 第二个你说不像没中家 还中了两次 花没不少还欠点 然后呢 就要费还不是我自己拿的 我爸爸借钱去拿的 我说这错儿真有点失败 真的应该 太不让父母省心了 对 然后我身边呢 就是以前跟我那个圈 那些朋友 那些朋友 所谓的朋友 就是 等你一没钱的时候 都不见中影了 所以你那些所谓的朋友都很现实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哥们 就他始终在就是说我 就说你呀这个都老大不小了 不行就赶紧出去好好干几年 闯一闯 离开这个圈 要不然天天就想着 今天中一次明天中一次都这个话题 这不行 所以你就下定决心 下定决心 跟以前的日子说再见 对 所以你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 第一个决定就是 辞掉原来的工作 就干脆出来 就来到北京 然后北京 现在就干了这个送餐员的工作 虽然这工作有点苦 这个辛苦的 有点累什么 但是感觉很踏实 真的 就挣的钱都是一分一分挣的 所以你会发现可能现在赚钱很辛苦 不像买彩票可以一夜暴富 但是挣钱速度虽然慢了 你也会发现你花钱的速度也慢了 因为这是你辛苦挣来的钱 对 你肯定不会去挥霍 没错 这花的比较值 比如我在第一月开工资的时候 去掉这个所有的费用什么的 去掉家里边的一些费用 包括老家费用 我还给我爸妈打了七百元 就第一个月 然后虽然钱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爸妈那天特别高兴 真特别开心 说这第一次真的 这儿子往家能打钱了 从来没有过 我觉得你非常幸运 但是更幸运的是 现实给你好好的上了一课 不付出努力得到的 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珍惜 对 而且忽然有这样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天上掉馅饼的事 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往往会消磨我们的意志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在这儿 给我们都上了一课 只有努力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得到 踏踏实实的 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往前走吧 从给家里寄七百块钱开始 我相信你这钱 你爸妈一定都一分不差的给你存着 等着你娶媳妇 加油 好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 加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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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拥挤的处阳 拥挤着今秋 今秋已经幻想 拥一份祝福 拥一份兴旺 拥一份风鸟与顺利好景象 清醒着赛北 在北春花豪荡 走走着江南 江南鸟与花香 拥挤一趟 拥挤一趟 写一杯美杯酒 兴花如芳 拥挤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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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挤一地酒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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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首先由景评委耿维华 丽芒 这首歌《换句一堂》 是我们评委刘和刚老师的一个代表作 你今天在舞台呈现出来这种声音 这个状态 我认为这首歌唱的还是比较完整的 就缺少的就是和刚老师的那种精神劲 那种热望 那种热情 那种积极向上的那种精神 还差那么一点 但这首歌完成的我认为 就现在作为快餐员这样一个身份 能把这首歌唱到这样一个水准 我觉得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为此就在二人的歌曲的表现力上 我倾向于丽芒 所以我把反对票投给杰文 抱歉 我先说一下杰文 我非常喜欢你 我觉得你在台上刚才从舞师的表演 包括你唱歌的表演 我觉得你很自信 而且你刚才的这首歌 《月板小夜曲》我觉得咬字 包括情感的 声线的都非常好 总而言之我非常地喜欢你 建议你俩刚才的表现 我更喜欢杰文一些 不好意思 我把反对票投给你 就歌曲的完成度来说 就歌曲的完成度来说 我倾向于杰文 那么我想把 因为在舞台上也体验过这个舞师的艰辛 舞师的乐趣 我想把我的反对票 非常遗憾地投给丽芒 希望你加油 这个丽芒 我一直在说一个好的歌唱演语 一个好的歌手 其实更重要的是选一首好歌 要适合自己 我觉得你选对啊 为什么说这个选歌选准了呢 一个是词好 一个是曲好 还有一个就是 原唱好 没你唱得好 我支持你 我把反对票 投给杰文 抱歉 我觉得听杰文唱歌 他会抓着你的眼球 让你始终来盯着他看 仔细地听他唱歌 当然我觉得 丽芒今天你的歌唱得也非常好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 好像几段都太一样了 就是太像了 所以不好意思 我想把我的反对票投给你 我愿意支持杰文 不好意思 在这里又宣布 我们的累主 王杰文手累成功 今天下了节目之后 不用继继续工作了吧 明天早晨继续干活 加油 本栏目由不止保鲜 更能养鲜的荣生冰箱 独家贯名播出 荣生冰箱质量保证 只要您登上我们的舞台 您就将会获得 价值五千元的奖品 挑战继续 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三号选手 石启超 你好 欢迎来到《乐战运用》 来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石启超 我来自山东省何泽市 我是一个响当当的知名艺术家 可以演奏出各种不同的 美妙的音乐了 你说你是什么 艺术家 对 我从来没见过 这么不自信的艺术家 说艺术家的时候 都快听不见 我是个艺术家 你艺术家你有什么本领啊 请助理把我那个 世界上最昂贵的乐器 给我台上来 你有助理 对 有助理 专门给我配了一个了 专门给你配 那不是我们单位导演 对吧 来 请导演 看一下吧 御师们 先生们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这个石启超这位艺术家 要跟我们吹什么 你认识哪一个 给大家看看 哪一个我都不太想看 胡萝卜 这头豆 高跟鞋 灯管 不是说你这你就过分了 还有本砖 你这啥艺术家呀 你唱着 先给大家吹个这个灯管 哇 吹出鼻子的感觉 真棒啊 挺准的 真不错 好听啊 不用问了 这位父亲是卖灯泡的 是吧 好好好 那我就随便挑了 你来 这胡萝卜 对 这个是新鲜的 而且能吃的 能吃的 好 好听 我可以检查一下吗 可以 甚至都可以咬一口 是能吃的 来吧 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这样武器 板砖 是什么音色 哇 新鲜变了 美妙了 你把横跃的高跟鞋偷来了 这能吹吗 我试试吧 尽量试试吧 哦 试试啊 好 明白了 这高跟鞋也是个神话 这个就厉害了 吹牛 咱们这儿见见吹牛 好不好 好 叶山红 但是啊 不瞒你说啊 哥也主持那么长时间的节目了 什么达人啊 绝活我都见过 这几样 别的节目里边我都见过 我刚才哇 惊讶 纯属是为了节目需要 其实我一点不惊讶 都见过 谢谢你给面的 其实我单独为您这个 准备了一份大礼 哦 就适合我气质的 对了 对对对对 特别适合你 没见过对吧 观众没见过 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好好好 来 那给我把乐器请上来 好吗 对 请上来 好 来 啥意思 给我整个自行车 拍二六的 说谁腿短呢 咱们您看看 这个符合您气质嘛 不是 你这什么意思 这跟乐器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我自己 自己研究的 哦 我发现了 这应该是有玄机的 对吧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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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了不及 幼稚 这算什么 这 还有什么高级一点的 后面我是打了孔的 这个地方 只要再广的 有空间的 好听是好听 给你点建议 这么演奏有点像偷自行车的 没了 还有 不错不错 这个自行车我收下了 行 送给你了 好 这太有创意了 所以来来来 那这样 我们先把这个自行车 开到我的车库里面 对吧 来 哥们 你得给大家介绍介绍 你这灵感都哪来的呀 又什么吹高跟鞋呀 又吹自行车呀 自行车是这个什么 之前有那个媒体采访嘛 就说这个 你什么都可以吹嘛 然后我说这个 基本上都是吧 就是所有的这个 带哑子 带拐子都可以 这个演奏出来 什么天上飞的 地下跑的都可以 就顺口那么一说 然后他记心里了 他说你这个地下跑的 能吹啥呀 我说自行车算嘛 随口一说 对 随口一说 也算是吹牛 对 对 对 吹牛吹出来的 那高跟鞋呢 鞋子这个也 这个重口味的乐器 是怎么想到的 这个一般我还真不如说 就特意去 特意去做这个东西 我也是说 给朋友开玩笑 朋友说 你啥都会吹呀 带眼都能吹呀 你看我这鞋子也有眼 你给我吹吹吧 说自己的鞋是吗 对 然后我说 当时一笑一笑过去了 我是往鞋里去了 到家里 第一件事情就是找那个鞋子 看我家那个鞋子 哪个合适 打开鞋柜 对 然后就向着 我对象那个鞋子了 高跟鞋 给他做出来了 我觉得楼上那弹琴的那个 你还好意思在那坐着呢 你看人家这些乐器 哪一个用电 对吧 你回去再多练几样 下回你就来我们这上班吧 行 是吧 你就直接让他下岗 你看他那弹个琴 扯着八百根线 是吧 你不用 直接一个麦克风 所有的曲调 别提麦克风 怎么了 他容易给打上眼 拜克风也不用电了 他自己在那吹 其实我之前做节目 也见到过很多 就是做成各种夜去吹 但是今天我在这个舞台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听到的是吹出来的曲调 特别悠扬 真的很好听的那种 就有的可能也是能吹 但是吹不成像你这样 给人就是很愉悦 就是听起来又确实好听的 这个曲调 像我们 别老巴巴动嘴 你看人家的嘴皮子 人家真正下功夫了 让你学习 希望你加油 好嘞 谢谢你 放松心态 只要你今天战胜对手 就会获得由容生冰箱 给你提供的家用电器 别往那边看 家用电器不是让你 钻眼吹的 那得插电 别琢磨冰箱了 来来来 到这儿唱 什么也不想 放掉一切杂念 就是唱 不用吹 好 来 舞台属于你 加油 谢谢 美丽的月亮它上来 我的花儿你在哪里 美丽的月亮它上来 我的花儿你在哪里 来吧 接下来看看你唱 能不能赢得评委的认可 我们也把泪珠请回舞台 来 掌声有请黄杰文 开始这一轮的投票 有请评委方琼 我觉得今天刚刚看的这个杰文 还有小时 他们两个人都会给我一个 什么样的感受呢 干一行爱一行 干一行钻一行 你这个钻多重理解 既钻研还都钻眼 那么接下来我的这一票呢 我还是想把我的支持票 投给杰文 我真的觉得他在舞台上 唱歌的时候更有魅力 不好意思 小时 启超啊 我觉得让我震惊的 让我觉得 出乎意料之外的 就是你对 这些乐器的创意 和制作的过程 我觉得挺让我佩服你的 为了更好的 能感受到 你把这些作品 将来能扔入到 你的作品当中 我把反对票投给杰文 我支持你 也希望你的歌越来越好 加油 我觉得这一环节 我喜欢启超 杰文 不好意思 我投你的反对票 杰文我也喜欢 启超出来了 我也喜欢启超 真的是没法说了 该夸你的前面的几个老师 基本上都夸遍了 真的 我想把选择权留给耿老师 看看他能让谁留得下来 好吗 启超 启超在演唱的时候 这是我的花儿的 虽然这首歌是一种 抒情加摇滚的 这样一个作品 但是我觉得 你唱出了这首歌曲的 更深 更深一步的内涵 它既空灵 又悠扬 我还是想支持 启超 希望杰文继续努力 结果出来了 在这里祝贺 石启超 挑战成功 让我们把掌声给杰文 好不好 送给今天在这里一起来的 我们的搭档 也送给所有的 我们的民间艺人 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越战越勇 谢谢你的参与 表情增上我们的舞台 就将会获得 价值五千元的奖品 本来部奖品 由容生冰箱 独家提供 容生冰箱 质量保证 这里是越战越勇 我们的挑战继续 接下来 我们的四号选手 是一位特殊的选手 在他出场之前 我们先把他的妈妈 请到我们的现场 来 掌声有请 您好 来 握握手吧 您好 您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 您自我介绍一下 评委老师好 观众好 主持人好 我叫马小秋 是即将出场的 张元俊的妈妈 这是一个特殊的妈妈 其实如果介绍的话 本来应该很多人 会很羡慕你 因为他生了一个双胞胎 两个儿子 对吧 对 孩子今年多大 今年25岁了 但是这25年 对于张妈妈来讲 很辛苦 是 刚才上台之前 我儿子上台之前 我跟导演请求 我能不能在 我儿子上台之前 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情况 我怕他第一次登上 这个《一战云》 有这么大的舞台 他紧张 然后不能正常发挥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多多给他鼓励 谢谢我们的观众 但是我也猜 观众这个时候 也会有疑问 什么小伙儿 25岁 还需要妈妈 这么关照他 因为他和正常人 不太一样 他是一个脑胆 和自闭症的患者 而且这个情况 还不仅仅是张元俊 对 我这是两个孩子 大儿子情况也不好 对吧 出生的时候 这两个孩子 是早产加难产 然后就都有毛病了 当时 大儿子也是脑瘫吗 大儿子重度脑瘫 是不能说话 不能走路 完全是在床上吃 床上拉 就离不开那张床 只能会坐或者是躺 确诊了以后 我就想一想 干脆就直接在 就单独专门 照顾他俩得了 生孩子之前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在家国企 做财务工作 所以等于 有了这两个孩子之后 您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对吧 是 是 是 有一个大夫说的 他说老大都活不过16岁 那我一想 那我就干脆 在他有生之年 我就好好照顾他 他想吃啥 想玩啥 让他开开心心 快乐乐 我就满足了 就不要求别的了 所以您把国企的工作辞掉 我就辞掉了 专心照顾这两个 特殊的儿子 对 每天 其实都当最后一天过 他饿一天 活一天 我就觉得是赚了一天 可能大家很难想象 这个妈妈照顾两个这样 一个重度 一个轻度脑瘫的儿子 是 还付出了多少 据说好像 您每天只能睡 两到三个小时 对 两三个小时 是因为什么 是老大本身 他那个病 他就是不睡觉 楼上的楼下邻居 都来找多少次了 他也不睡 我怕他醒 他能睡三四个小时 他翻身 他得是 二十分钟就得翻一次身 因为他后来体型巨大 都五六百斤了 你必须给他翻身 你正常人 你睡觉还得总翻身呢 他就是一翻身一次 他周长 那个腰围都达到三米多 那个床 就一米八的床 你根本就翻不了 一会儿挪一下 蹭一点 他翻一个角度 再挪一下 我翻这一次身 就得七八分钟 这就是大儿子 这是妈妈照顾他的时候 拍下来的照片 所以等于您一个人 其实要给他翻身 都很吃力 对吧 对 对 那这大儿子 等于基本就出不了屋了 对吧 到十岁的时候 他体重就长到一百二十斤了 也背不动了 就没出过屋 唯一第一次出屋是 一一年的时候 搬家的时候 他下楼下不去了 我就打了一一九 来了十多个消防警察 给他搬走了 搬了一个多小时 才搬到六楼下 孩子爸爸有帮你照顾 原来小的时候 也是一起照顾孩子 后来老二上学了 他压力就越来越大 受外界的刺激 和压力就大 他就受不了 人就抑郁了 经常是不睡觉 一把一把的食药 也不好使 后来有一回 他都三天三夜都没睡了 我觉得他就有点 深情恍惚那种 我照顾孩子都已经都 我自己都是身心强 所以我根本就 没有能力再照顾他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干脆咱俩离婚得了 然后我就 这俩孩子回我妈家 可是我这一个人祸祸 你说我一个也是带 俩也是带 你一个男同志也带不了 就这样我就回我妈家自己 我就离婚 就回我妈家了 听到这种觉得 真的很难过 没有办法 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其实 是很无奈很无奈的 我就是最开始 刚跟他爸分开前 那半年以后 我基本也是崩溃了 我妈家 我搬回我妈家 我妈家是六楼 六楼的阳台 矮就这么矮 然后 我就在那刷完洗菜做饭 我总觉得 我这一步就能 卖到凉台底下 那底下车水马龙 我就感觉 就底下好像有什么 在召唤我 就感觉有一种诱惑 我总要下去 我就发现这个念头以后 我就跟我妈讲了 我说妈 这个家我不能住了 我说我要是真一步 卖下去 我不能把握自己 因为我也有的时候 也神情恍惚 那个时候我是解脱了 我父母怎么办 整哪儿孩子 我妈我爸都 那时候七十多岁了 也根本也整不动 后来我就是在那个 当时是有手机 有短信 我发现很多历史短信 我就每天我就抄写 也是激离我就 度过那段日子 就挺过去了 这些年的时候 您怎么样 让自己开心一点 或者说您有什么办法 不让自己也变得很抑郁 其实我就是 跟两个孩子在一起 也有快乐的时候 尤其是领老二 老二喜欢弹琴唱歌 领他参加活动 每次看到他参加活动 能得一些名次了 得一些证书 得一些奖品 我也觉得很欣慰 觉得这些年龄付出 没白付出也值了 这个大姐讲的二儿子 就是我们今天的选手 张元俊 张元俊虽然是有脑瘫 但是孩子有一个特殊的天赋 就是对音乐非常的敏感 对对对 对吧 从什么时候发现 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对音乐好像 这个反应很强烈 其实三岁时候 我发现一次 有一回我爸 从巨物市场买过了一个 五块钱的二手的电子琴 他拿了以后 就在那个上 几下子就弹了一个耳格 这是 然后我说 你怎么能弹出来 你怎么会 他说幼儿园那时候 老师教过 他就注意听了 后来的时候 我就把歌词抄下来 用那个五彩笔 写的这么大块字母 要不他小了 他不认识 还得写规整 然后他就学会了 但旋律不怎么用 我教 主要是就是这个汉字 因为他不会 所以这些年 他跟您也学了好多歌 是是是 但您发现这个孩子 好像身上这个音乐天赋 不一般之后 您有没有想过 把这个孩子送到这个 专业的培训机构 好好学学乐器 一直就是这么有这个想法 就是六年前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一次活动中 认识他 现在这个老师 是沈阳儿童活动中心的 爱心班的钢琴老师 他是从英国回来的老师 特别有爱心 就教 专门教脑胎和自闭症的孩子 学习钢琴 然后他学了六年多了 他在班里是非常优秀的 那现在这个水平能达到 现在是八级是没问题 钢琴八级 那很厉害 所以这是 您这这么多年 二十多年做母亲当中 可能为数不多的 很快乐的 很骄傲的时候 是 是 每次看到她的音乐上 也有一点小的进步 我是非常高兴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天下 妈妈是真的很伟大 虽然大儿子是前年 去 前年 前年年 17年 12月18号去世了 但是幸好二儿子 还在您的身边 对 把老大喂完的爱 也都用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也聊了这么多了 咱们掌声有请 张远俊 停 往后 退两步 一 二 好 大家好 我叫张远俊 我今天二十五岁了 我太高兴了 我终于登上了这个 我梦想的舞台 你好棒 当年我18岁那年 就开始学了唱歌和钢琴 现在我已经学了六年了 你现在都有学到哪些东西 钢琴现在是几节 钢琴好像有八级水平吧 八级水平 唱歌呢 唱歌我不只是会唱中文歌曲 而且我还会用英文和意大利文和蒙古文唱歌 蒙古语的你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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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人的浪的港米 唱歌曲 李宗盛 看这个恒月 恒月阿姨多好 来 快给宝贝擦擦汗 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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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来 快擦擦 你太棒了 你太棒了 我都激动死了 好了 好了 谢谢 当她自己开唱的时候 我觉得周围的环境啊 人啊好像都不在了 她完全投入在 她自己的音乐当中 她非常的自信 你知道吗 就那一瞬间 她好帅啊 来个意大利的 行吗 我可以让你开心 我可以给你一家中的海 好帅 好阳光 而且你今天唱歌的时候好自信 谢谢 你应该谢谢妈妈 对吧 我感谢我妈 我感谢我妈 从来都没放弃过我 你有这个世界上最最最最最好 对 而且我觉得大姐今天你真的是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所有的委屈 过去付出所有的辛苦 这一刻儿子受到了这么多评委 包括我们观众的认可 甚至说我们崇拜的时候 您是多骄傲啊 对吧 什么都值了 其实刚开始在听那个小秋大姐 在讲她的故事的时候就特别感动 特别心疼她 就是我们都说母爱伟大 我们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 也见证过很多非常伟大的母亲 非常伟大的父亲 但是我觉得小秋大姐的这个故事 特别打动我们 25年为这两个孩子 25年365天 这两个孩子时时刻刻 分分分秒秒离不开她 她所有的心血都在这两个孩子身上 然后她其实在过着一个 完全没有自我的生活 但是我相信袁俊是吧 上台之后我们看到她的时候 我就明白为什么大姐能够坚持25年 这些今天孩子站在台上 所展现的这一切 我相信大姐对她之前所有的付出 所有的努力 所有吃的苦都会觉得非常值得 而且刚才袁俊说 她感谢妈妈没有放弃我 哎呀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 其实我有的时候就在想 可能真的如果面对两个这样的孩子 可能当选择放弃的时候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 但是没有 我觉得这就是母爱的伟大 所以我今天看见袁俊站在舞台上 你真的太棒了 你唱歌唱得那么好 你这么阳光 这么自信 而且我相信 你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都爱你 加油 谢谢 没错 我们都爱你 也爱你的妈妈 谢谢 希望你加油 真的妈妈刚才讲这些年 当然我们会想说这个小伙儿登台的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上来 但是我们绝对绝对没有想到 今天你这么棒 谢谢 所以你要自信 真的你和大家没有任何区别 甚至你要比很多很多人 包括我 我觉得你比我的歌唱得要好 所以你要加油好不好 一定 谢谢 接下来你的歌给他有一首歌吗 专门是唱母爱的 唱妈妈的一首歌叫《天之大》 对吧 对 这首歌就唱给妈妈听 好吗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拥抱妈妈一下 然后请妈妈到台下 妈妈请到家属区 来 舞台留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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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 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胡志 小创 孤雄 媽媽 來 接下來進入到對決時刻 有請我們的淚主 開始我們隊員的同學 首先有請鄧維華 我想如果說我對啟超有一個讚揚 那麼我對袁俊 是一種震撼和欽佩 所以袁俊 我支持你一下 好嗎 很抱歉 齊超 請你諒解 齊超 真的不好意思 我也不想說啥了 我該說的都說了 我非常希望能夠把我 對這個支持袁俊的這一票 能夠幫得到他 讓他更有信心走到最後 不好意思 本對票投給你 謝謝袁俊 你好 此時此刻我就想 讓你的歌聲 繼續往前載走 讓媽媽的心 那種幸福的花朵 繼續綻放 齊超 很對不起 投你反對票 好嗎 結果出來了 在這裡祝賀張元俊挑戰成功 好 袁俊 拿去看看 我已經挑戰成功了嗎 成功了 是的 這期節目還沒結束呢 來 咱把掌聲送給齊超 也希望你繼續加油 謝謝你 只要你登上我們的舞台 您就將會獲得 價值五千元的獎品 本拉布獎品由榮生冰箱 同家底部榮生冰箱 質量保證 這裡是願戰願勇 讓我們掌聲有請 今晚的最後一位挑戰者 有請譚秀 掌聲歡迎91歲的譚奶奶 大家好 我叫譚秀 今年91歲 很像啊 狀態好年輕啊 她奶奶有一大愛好 喜歡唱歌 對吧 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唱歌的 從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我就開始喜歡唱歌 八十多年前就開始喜歡唱歌了 但是我要說 譚奶奶雖然已經91歲高齡 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精神頭 身體素質 狀態 還非常非常年輕 其實讓譚奶奶保持 年輕的秘訣就是音樂 據說 每一個星期 這從星期一到星期天 這和安排的這個鍛鍊方式 都不一樣 您給大家講講 我是一二四六 一二四五是上 藝圓潭公園唱歌 星期六星期日是上 紫竹苑唱歌 紫竹苑唱歌 星期三是上 那個KTV唱歌 星期三 91歲的奶奶 在KTV唱歌 你們見過嗎 那服務員都認識您了吧 KTV的服務員 對 反正那個服務員一 一端水進來一看 又 這老太又來了 那奶奶您是怎麼 發現KTV這地兒唱歌不錯的 就是的 不是平時都在公園唱嗎 怎麼還沒 因為上公園唱歌的時候 有一次我摔倒了 把一條肋骨摔斷了 我就躺了床 躺了兩個月 兩個多月 沒出來 後來可是在家也待不住 怎麼辦呢 後來說 上歌廳裡邊唱歌去吧 完了我們正好我們家附近有一個歌廳新開業 我就在他試營業的時候就開始唱了 在那兒一直在他那兒唱了八年 那您覺得您這些年一直堅持唱歌 對您影響或者身體有什麼變化嗎 我以前有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冠心病我都全了 可是我現在血壓血糖我都能夠控制住了 唱歌把這些病都治好了 這也太厲害了 心情好啊 心情好啊 心情好就好了呀 心情好百病無 對呀 他是用擔填器唱歌嘛 所以那個氣就通了 完了唱歌 歌唱到上面來 在口腔裡頭共鳴 還燈動了腦 使得腦子也活動了 也要練得歌詞什麼的 都背背歌詞什麼的 所以這個人就比較好 這裡有掌聲啊 奶奶講出了科學道理啊 奶奶一點兒不困 對 跟我們交流呢 耳不龍眼不花 思維非常的敏捷清晰 為什麼說這個奶奶今天站上這個舞台 這麼淡定 這麼從容 奶奶也和一些大排的歌星歌唱家合作過 之前跟李古一老師合作的 我們有照片為證 我們來看 這是哪一年呢奶奶 前三年 前三年 李古一五十一週年 五十週年的時候我參加了 唱的什麼歌啊 南望今宵 壓軸歌曲 另外如果認為奶奶 僅僅是一位歌手或者歌唱家的話 觀眾朋友您就錯了 奶奶九十一歲高齡 現如今呢是多期發展 前一陣呢 剛剛和一位明星拍了一部戲 我們看 今天太晚了 明兒一早就再去吧 不用去了 咱們家呀有大米了 哦 大米呀好吃 明兒你一早就去買 奶奶 您高瘦啊 哦 我多高啊 我一米五 來吧 這得有掌聲啊 其實演得還真不錯 對 而且和劉濤合作 演出拿到那個出場費了嗎 三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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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錢多少 這也是您這輩子 掙的第一筆是吧 表演的出場費 所以這三百啊 值得紀念 得留下 特別好啊 家有一老 如有一寶 那接下來咱們就有請 我們樂戰運勇 今晚的老寶貝 她奶奶 開始她的表演 好不好 謝謝 掌聲有請 謝謝 謝謝 我爱你秋日军昂的收获 我爱你轻松启动 我爱你红梅平衡 我爱你扎桑的天真 好笑如智风如智 好笑如智风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要把美好的天真献给你 我的母亲 我的祖母 啊啊啊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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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美好的天真献给你 我的夢是 我的痛不痛 接下來就到了我們今晚 最後的對決時刻 一老一少 來 讓我們掌聲有請張元俊 開始我們今晚的最後一輪選擇 獲勝者將稱為今晚的晉級者 將會拿走越戰越勇 送出的銀化銅獎盃 以及由榮生冰箱提供的價值 兩萬元的獎品 祝二位好運 最後一輪投票 首先有請方琼 特別感慨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能像 譚奶奶這樣 我覺得自己開心 家裡人也特別的放心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每一個人 學習的榜樣 也希望您身體越來越好 祝福您 我覺得這個投票特別難投 這樣好不好 袁俊今天你唱的是天之大 是專門送給媽媽的歌 你喜不希望媽媽能夠 像譚奶奶一樣 能活到九十歲 活到一百歲 希望 好 那我們把所有的祝福 送給譚奶奶 我把我的支持票給譚奶奶 不好意思 袁俊 其實你應該比我們更能感受和理解 母親這兩個字 媽媽不僅給了你生命 其實她更用生命在愛護著你 所以你今天才能在舞台上唱出 如此感人至深的作品 和對作品的理解 讓我們感受 唱給我們聽 奶奶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您 和三位家人 我把反對票投給您了 我支持一下袁俊 我希望這個孩子在這個舞台上 得到的不僅是舞台 不僅是歌聲 我希望他借助這一次機會 像您一樣 對未來充滿力量和陽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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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91歲高齡的老人家 能夠在月戰月勇舞台上 唱出這種狀態 唱出這種美妙 讓我們非常敬佩 我這一票 袁俊 你也非常棒 你依然很帥 你的歌聲依然動聽 这个天之大 依然让你能够体 让我们体验到母爱之伟大 那么我这一票呢 要支持一下奶奶 好吗 我把我的反对票 非常遗憾地 在这一环节 投给你 希望加油 谭奶奶你好 您一出场 我就觉得我们的舞台 非常非常的亮丽 您的光芒照射了 我们的舞台真的 但是我特别想跟奶奶 说一句心里话 我想恳求奶奶 我们能不能把机会 留给晚辈 奶奶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恳求奶奶 我这一票我就 我就反对票我送给你 我特别也想支持一下元俊 不好意思了 看奶奶啊 奶奶可贵的是这首歌 您的演唱歌是不得了 91岁了唱得这么规范 那么有修养 而且这首歌唱得很温暖 唱得很幸福 营造出整个的舞台 和我们观众 都洋溢在您的歌声里面去 但是奶奶还是回过头来 这个孩子呀 他的情况不一样 他这么一个状态 能演绎出这么好听的歌曲 真的是让我们所有人 很感动的 所以奶奶 我想支持一下元俊 祝奶奶长命百岁 永远健康 结果出来了 今晚的银化筒的获得者是 张元俊 我们也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谭奶奶好吧 祝谭奶奶健康长寿 最后有请方琼姐姐 为张元俊送上我们的 银化筒奖杯 加油 我们都爱你 好吧 所以这支银化筒奖杯 是给你继续前进下去的动力 和你信心 好不好 加油 又请你到我们的晋级区 荣生冰箱送给你 加油 再次感谢今晚所有登台 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 各位选手 谢谢你们的歌声 也谢谢你们的故事 这里是越战越勇 我们的口号是 挑战无处不在 吴伟梦 越战越勇 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